他在新婚之夜将自己献给恶魔 就算被吃干抹净也在所不惜 只因他在大婚当日被未婚夫和姐姐双双背叛 而渣男未婚夫还戏谑地问他愿不愿意三人行 心如死灰的女孩决定去父亲那里告发他们 可狗男女因害怕事情败露 竟然逼迫他吃下十股灼心的毒药 还将他投入荒野 本以为自己的生命即将了结于此 可当他再次睁眼 却被一名神秘男子救下 此人正是帝国最年轻的王储埃萨克 他被魔女诅咒 每当月圆之夜就会化身嗜血的怪物 只有圣女的血才是唯一的解药 为了复仇 他与埃萨克达成交易 愿意自此之后陪在王子身边 用鲜血为他解开诅咒 可二人刚刚达成协议 莉莉却要离开 只因自己数日没有回家 无论如何也要先回家给父母报个平安 当然内心也对埃萨克怀有一丝不信任 王子只是淡淡地看着他 思索了很久 最终点头同意 看着莉莉离开的背影 侍女疑惑询问 您真的就要这样放走他吗 已经查明他就是当今圣女唯一的女儿 从小尝遍各种草药 继承母族代代相传的魔药配方 若能好好使用 他的血就是帮您解除诅咒的最好方法 可埃萨克却似乎对此毫不在意 想拥有什么 才更要放他自由 等他迫切需要你的时候 才会永远属于你 就当莉莉火速地赶回家中时 却得到了母亲已经离世的噩耗 而更让他意想不到的是 自己竟然变成了 害死母亲的罪魁祸首 之后他就被关进了 公爵府他顶的牢房中 无论他如何深渊都没人理睬 直到他喊的嗓子都哑了 精疲力尽地发不出声音 牢房的门终于被打开了 挣扎着看清来人 竟是那位将自己置于死地的姐姐贝拉 贝拉优雅地将红茶浇在他狼狈的脸上 听下人说 你大喊大叫了一整天 嗓子都哑了 你还在期盼谁来救你呢 父亲大人吗 可惜父亲大人 因为最疼爱的女儿 莉莉与野男人私奔 毒死生母 逃掉皇家婚礼 一并不起了 莉莉恍然大悟 是你杀了妈妈 还准备对父亲大人动手 你这个魔女一定会遭天谴的 此话一出 一气响亮的耳光扇到了她的脸上 被她居高临下地看着她 莉莉罗兰 请你有些自知之明 明晚即将被处以绞刑的人是你 你地位婚夫 本来打算将你伪装成为罪 潜逃死于荒原 可你却傻地跑回来了 这下更要成为全国茶余饭后的谈资 那个人渣 背叛自己不够 竟然还要将自己置于死地 认清一切的利领 绝望起身 是我搅和了你们的好事 你们要我死也就罢了 可父亲母亲又做错了什么 你为什么要伤害他们 是父亲大人把你接进了公爵府 我从没介意过你是私生女 有魔女血脉 与你和平相处 母亲更是将你视为己出 将要学知识倾囊相授 你为什么要背叛他们 此时姐姐看着她的眼神充满了不屑 犹如看着一条丧家之犬 下一秒她发动魔力 击退了莉莉 并用藤蔓将她缠绕了起来 莉莉罗兰 其实我一直恨偷了你 我们都是罗兰公爵的女儿 凭什么你的母亲是圣女 你就充满着祝福与爱 可我的母亲是魔女 我就要拘无定所 颠沛流离 凭什么我们同时爱上理查德 父亲只为你定下皇室婚约 而我和他只配在阴暗的角落里偷情 莉莉愤怒地质问道 你想说这是我的错吗 怪我没将你想要的一切双手奉上 没错 等你死后 这一切都会变成我的 出于姐姐最后的仁慈 我会去为你收拾的 劳门缓缓关闭 最后一丝光亮也即将被带走 莉莉再也忍无可忍 心里暗下决心 王楚殿下 我要复仇 请帮我复仇 听到这句话 窗台上九等的乌鸦眼睛亮了起来 莉莉回头看去 小乌鸦竟然画出了一个法阵 轻松地就解下了自己手上紧紧缠绕的藤腕 莉莉好奇地看着眼前的乌鸦 小乌鸦 你会魔法吗 可这句话却把小乌鸦惹毛了 我才不是什么小乌鸦 我有名字 叫我凯伦 本人就是王楚殿下最信赖的密探 凯伦法瑞尔 奉主人之命前来迎接罗兰小姐返回木影庄园 莉莉有些难以置信 可这里是塔楼监狱 被她派了很多守卫看守我 我们要怎么逃出去呢 小乌鸦听此 当即飞出了塔楼 并让莉莉赶快跟上 莉莉鼓起勇气爬上了窗台 可高耸的塔楼还是让她有些打退堂鼓 小乌鸦问她 你相信我吗 相信我的话就闭着眼睛往下跳 莉莉飞快地做着心理建设 哪怕跳下去摔死 也比明天被处于脚型要好 想到这里 她眼睛一闭 心一横 跳了下去 而凯伦也张开双翅 变成了一只大鸟 平稳地接住了她 莉莉小姐 做好短途旅行的准备了吗 飞行途中偶尔会有颠簸 记得抓捞我的羽毛 这时看守的守卫也发现她逃走了 还乘坐着一只巨型乌鸦 她果然是邪恶的魔女啊 回到庄园后 她穿上了黑色的衣服祭奠母亲 看着母亲留给她的项链 思念之情喷涌而出 这时艾萨克突然走了进来 做好决定了吗 罗兰小姐 从今天起你就是这座庄园的女主人了 莉莉先向殿下行李 感谢她愿意收留无家可归的自己 可自己现在重判清理 还是个通缉犯 留在庄园的隐患 恐怕远大于自己能带来的利益 鉴于以后会朝夕相处 估计也瞒不了太久 艾萨克便直白地 把自己被诅咒的事情详细地告知了她 希望以后在每个月圆之夜 用她的鞋给自己做药 可没想到 刚刚还毕恭毕敬的莉莉 听完后竟然一把推开了公爵 还飞快地逃离了她的怀抱 一把扒开了她的衣服 果然看见了魔女的印记 原来 精通要学的莉莉一听她的形容就知道 殿下试中了诗传说中的月敏之父 那她就完全明白 殿下为什么需要自己 又为什么会离开王室了 站在想对魔女复仇的立场上 两人同为复仇者 王主殿下与她感同身受 莉莉也诚恳答应 一点血而已 拿来交换您的帮助 对我来说很划算 还希望殿下允许自己检查身体 这样可以为她调配安神止痛的草药 这时侍女走进来 正准备向殿下汇报国王的信件 可却不小心撞破了眼前令人血脉喷张的画面 直接把侍女吓出表情包 却马上拿出职业素养 我什么都没看见 莉莉尴尬的手舞足蹈 自己只是检查一下殿下的身体 研究一下怎么对症下药而已 之后艾萨克带她参观了她的房间 还给她准备了一间炼药室 方便她以后在这里做研究 艾萨克走后 莉莉马上就投入了药物的研究中 可她写的味道却引来了凯伦先生 凯伦被自己从没尝过的味道吸引了 忍不住尝了一口 这一小口直接把莉莉吓坏了 因为这只是个试验品 还不知道效果如何 可下一秒一道闪瞎眼的亮光出现 眼前出现了一个不着寸侣的黑皮小男孩 莉莉直接一声尖叫响彻装员 得知眼前的黑皮美男就是凯伦的真身 空气中弥漫着一丝丹尬 原来当是王室遭到魔女袭击的时候 凯伦为了保护殿下挺身而出 也受到了魔女的侵袭 抱歉莉莉小姐 没想到你的调制的药这么厉害 我好久没变成人了 忘记自己没穿衣服 莉莉不禁思考 只是加了血就能有这么强烈的效果 如果换成珍贵的药材 说不定可以帮助凯伦维持更久的人性 说到这个凯伦有些兴奋 当即拉着莉莉的手要带她去集市上采购 莉莉慌乱阻止 自己是个通缉犯 万一被皇家卫兵发现的话就不好了 可凯伦却说无需担心 包在她身上 于是不一会 两个充满抑郁风情的外乡人就出现在了街上 莉莉震惊凯伦竟然还有这种本事 凯伦有些小得意 却还是谦虚地说 这只是密探的必备技能罢了 不一会两人就来到了魔药店 可魔药店里的客人却让莉莉大惊失色 自己的姐姐贝拉竟然也来到了这 还和自己看上了同样的人鱼灵片 贝拉看着眼前外族装扮的莉莉 以为她只是范拉族的一个卑贱秘密 十分不屑地夺过她手中的灵片 不仅嘲讽她出身卑贱 还给她造黄谣说 她定是在做些勾引男人的穿药 粗鄙之语让凯伦都有些听不下去 这就是你那位魔女姐姐啊 嘴真臭 可这时莉莉却陡然发现 贝拉买的材料是用来制作木偶魔药的 木偶魔药顾名思义就是会让人丧失意识 变成任人摆布的傀儡 她定是想用药物控制父亲大人 将整个罗兰家族玩弄于鼓掌 看到眼前的情景 莉莉绝不会坐以待毙 她拿起一瓶手边的抹粉 轻轻地洒在贝拉的身上 这位小姐 你抢走了我的鳞片 那我就再赠送你一瓶女鹅的粉末吧 红肿的地方一定不要用手触碰了 否则会奇痒无比的 贝拉没想到自己眼中低贱的婢女 竟敢这样对自己 直接破口大骂 可下一秒 一把利刃抵上了她的脖梗 贱人 我不关心你是谁 但你羞辱了我的姐姐 按我们范拉族的规定 我可以杀了你 贝拉的大脑飞速运动 店里的侍女知道自己的身份 可却还是不敢在这两人面前维护自己 莫非这两人的身份真的不简单 现在正是我拿捏罗兰家的关键时刻 不能随意节外生枝 于是她咬紧牙关跪了下去 十分抱歉 我不该冒犯你 尊贵的小姐 凯伦恒在她颈间的利刃又紧了紧 你说谁是肮脏下流的婊子 我是我是 莉莉默然地看着眼前卑躬屈膝的贝拉 想到昨天自己也是这样跪在她的面前 悠悠地开口 野狗乱叫而已 我不会放在心上 但是人鱼鳞片你要还给我 还转身笑着对侍女说 麻烦你把她需要的所有药材 都打包送到我的城堡 有多少我买多少 以后这家店 连一片叶子也不许卖给她 说完 凯伦就一把推开了她 跌在地上的贝拉攥紧了拳头 等我查清楚这两个贱人的身份 一定要把他们千刀万剐 可当贝拉抬起头 看到了两人离开的背影 一股熟悉的感觉让她头皮发麻 那优雅的仪态 简直和粒粒如出一辙 联想到她被黑魔法救走的传闻 难道说 想到这里 她赶紧去跟理查德汇报 此时的理查德大权在窝 正流连在花丛中 看到她满脸的红肿 甚至充满了嫌弃 不是说了让你不要在公共场合找我吗 可贝拉却添油加醋地说 一切都是她那个用黑魔法逃走的妹妹做的 怕理查德不为所动 还说粒粒正在大肆传播您的谣言 他们说您自私蠢笨 连你黄叔艾萨克的一根头发都比不上 另一边的粒粒和凯伦刚刚回到家中 果然迎面就遇上了等待他们已久的艾萨克殿下 就是皆有趣吗 粒粒赶紧拿出魔药 和她解释自己为什么出门 可她的态度却十分冷淡 眨巴着大眼睛跟她道歉 可她不仅不理睬 还霸道地丢下一句话 以后没有我的允许 不许踏出城堡一步 晚上粒粒回到房间 忍不住跟为自己梳洗的侍女抱怨 就算她对我有恩 我们也是合作关系 她没全力限制我的人身自由吧 可对殿下十分了解的侍女却解释道 我认为 殿下只是在笨拙地担心您的安危罢了 她从王宫回来 第一件事就是带着花束去找您 找遍城堡都没有看到您的身影 向我询问您的踪迹 得知凯伦与您同行 才稍稍松了口气 之后她便一直站在大厅中 不停地躲步 看着怀表等您回来 她担心您沉浸在丧母之痛中 又怕您被全程通缉 遭遇不测 她只是不善表达 更愿意付诸行动罢了 此时的天色已经完全暗了 可殿下却还是一个人在公园里练着剑 莉莉关心地来到花园 您一个人在这里练剑 是有什么心事吗 艾萨克冷漠地盯着她 不必过问我的私事 说完就要送莉莉回房间 可莉莉却坚定地叫住了她 王楚殿下 您是在为废楚一世烦恼吗 不等殿下打断 莉莉接着说了下去 毕竟我曾是王子妃 了解一些斯图尔特家族的传闻 自己的未婚夫理查德 一直也心勃勃觊觎着皇位 娶我也是为了罗兰家的势力 而您的兄长国王陛下 虽然表面上与您兄有地公 可坊间却传闻他忌惮您的战功 能对您施以诅咒的人 想必一定十分了解您 他们又需要您活着 又需要您离开权力中心 只要找到谁是受益者 不难推测出 还想接着说 却被殿下挡住了嘴 莉莉也意识到自己有些话多了 赶紧向艾萨克道歉 可艾萨克却并没有放在心上 反而直言自己喜欢聪明的女人 于是便向莉莉道出了 自己心中困扰的事 下个礼拜 兄长要在王宫中举办家宴 如果我无法出席 他将默认我无心证实 并废除我的王储之位 可家宴那天 正好是血月之夜 莉莉惊讶 为何偏偏是那天 难道是因为您身具简出引起了怀疑 也可能是因为他知道我深受诅咒 特意选了那一天 那您准备如何应对呢 莉莉问道 请您为我配置魔药 莉莉小姐 我必须出席 看到殿下需要自己 莉莉十分开心地允诺下来 可下一秒 殿下却突然朝他伸出了手 我还缺少一位伍伴 请问莉莉小姐愿意与我同行吗 莉莉收到邀请虽然开心 但是想到皇室家宴理查德也会到场 不由地打起了推堂 可埃萨克却让他无需担心 自己会给他一个新身份 与此同时的另一边 理查德收到了莉莉罗兰 已经确认离世的消息 自己的密探查出 莉莉罗兰藏身在一间 由范拉族人开的药材店里 于是他直接命运一把火烧了 救世界上所有的店铺 最终也在废墟中找到了莉莉的头发 和随身佩戴的项链 已经被烧成了焦炭 可是剧情到这里却并没有结束 原来这一切都是莉莉的计划 猜到贝拉就算放过自己 却不会轻易放过那家魔药店 于是他将计就计 把自己的头发和随身物品丢进了火场里 造成了自己被火烧死的假象 可莉莉还是十分愧疚 因为自己的失误 范拉族的小姐失去了店铺 可女孩却让她无需担心 王楚殿下曾经救过自己的命 如果要复仇 自己愿意成为那把刀 从此 这世界上再也没有了罗兰小姐 即将陪王楚殿下参加宴会的 是雷欧尼亚古国的莉莉斯公主殿下 雷欧尼亚曾是以女王为尊的国家 将军与要臣全是女性 所以她不禁要学习格斗马术 礼仪和艺术也不能放下 再重要的是 她要在一个月内掌握她们的语言和历史 雷欧尼亚王室女性 生来被神明眷顾 拥有净化一切污秽的魔力 可是忌惮王室力量的异端 却在某天召唤出了恶魔 那些凭借恶魔获得魔力的人自称为魔女 她们崇尚恶行 用罪恶来交换诅咒之力 最终触怒神明 引来天法 末日降临雷欧尼亚 有传闻说她们与天灾对抗到了最后一刻 也有人说存活下来的末日逃亡到了新越国 艾萨克也直言 自己有段时间对她们非常感兴趣 想尽办法寻找她们的下落 但是却一无所获 雷欧尼亚王室拥有一切净化污秽的能力 一定也有办法可以解开诅咒 而消失了一段时间的王储殿下 再次出现在血月之下 不仅没有变成怪物 身边还多了一位神秘的雷欧尼亚公主 幕后黑手会认为您身上的诅咒已经解除了 一定会有下一步行动 想到这里 聪明的莉莉恍然大悟 我是您用来引仇家献身的诱饵对吗 艾萨克的脸色阴沉下来 如果你现在反悔的话 还来得及 可莉莉只是微笑地摇了摇头 您选择我来做这个诱饵 说明您需要我 也说明此刻的您 正在面对无法独自一人度过的难关 放心 不过是学习一门语言而已 对我来说比格斗和暗杀容易多了 在那之后莉莉就钻进了书海中 一直学到睡着了都不知道 公爵关心地给她披上毯子 看着她废寝忘食的样子 不由得有些心疼 于是轻轻地将她抱起 把她送回寝殿让她好好休息 正当她看着莉莉熟睡的脸庞 若有所思的时候 诅咒强烈的剧痛突然来袭 低沉的声音还是唤醒了莉莉 张开眼就看见艾萨克那张不满汗珠的脸 莉莉知道她的诅咒发作 赶紧让她用自己的血缓解一下 可此时公爵的脸变得争宁可 那双修长的手也变成了害人的狼爪 她想要掠夺一切事地将莉莉压在身下 紧紧地扼住她修长的脖梗 虽然莉莉心甘情愿 可如此有压迫感的殿下 还是让她下意识挣扎 就当尖利的牙齿即将刺破莉莉的脖子 公爵却猛然起身 一把推开了莉莉 痛苦地抱住脑袋 不对 这不是我 这不是我 不明所以的莉莉起身想要安抚公爵 却被公爵一把推开 捂着脸狼狈地逃离了莉莉的房间 莉莉只能披上衣服追了出去 此时的殿下像一只受伤的猛兽 无助地依偎在贴身女佣身边 莉莉曾在不少书中了解过月冕之父的力量 可知道亲眼见到才明白 她能击垮高贵绅士的全部自尊 公爵还是恶狠狠地瞪着她 让她走开 莉莉只能把加了血的魔药交给她 让她奉下 可她却一把打掉了魔药 不仅不愿意喝药 还对她恶语相加 莉莉生气了 王楚殿下 您现在就像一个无理取冒的孩子 不可以在病重的时候拒绝医生 眼见劝说无用 她将魔药含在嘴里 亲口给艾萨克度了过去 喝完药后 双唇分开 艾萨克最终虚弱地倒在了莉莉的怀中 在那天之后 艾萨克一直躲着莉莉 所有消息都由侍女戴威转达 可这天却突然说要见她一面 还神秘兮兮地说自己给她准备了惊喜 然后莉莉就在时隔几天之后终于见到了艾萨克 可她看着莉莉的眼神还是充满了闪躲 当她缓缓打开艾萨克口中所谓的惊喜 竟然是母亲的遗物 那条本该在火场中烧毁的项链 原来在火灾中伪造尸体的时候 艾萨克命远用艳婷把它换了下来 虽然莉莉说过 要用真品才能骗过那些家伙 可她始终觉得 这是很重要的不该舍弃的遗物 说完她背过身 害羞地不敢看莉莉的表情 可莉莉却直接上手 一把抱住了艾萨克 她感动极了 本以为自己再也见不到母亲的遗物 眼含热泪地看着艾萨克 谢谢你 您给了我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礼物 几天后 血月之夜 宴会盛大开幕 赫斯提亚家尊贵的女侯爵塞琳也来到了现场 传闻中她个性孤傲 极少参加舞会 理查德立刻缠媚地迎上去 可塞琳此次的目的却是为了艾萨克 对她不理不睬 见此理查德马上说起了自己叔叔的坏话 听说她沉迷黑魔法 已经变成怪物了 一到满月就会发狂 今天她是不会来的 恐怕现在正光着屁股在草原上狂奔呢 斯图亚特加不忍心您这样的美人落单 我不介意邀请您跳今晚的开场舞 可听完她说的话 赛琳却一把甩开了她的手 不好意思 我不会和有纵火癖好的男人跳舞 听到纵火两字 理查德如遭雷击 宴会中马上开始议论纷纷起来 赛琳竟敢当众戳穿这种王室丑 这时 贝拉带着她的父亲也来到了现场 赛琳十分好奇 这位打扮庸俗的小姐是谁 可理查德却厌恶地撇过头 谎称自己不认识 贝拉看见赛琳 也热情地迎上前打招呼 您好 我是罗兰公爵斧的长女 贝拉罗兰 自从妹妹逃婚后又命丧火海 家父身体抱恙 只能委托我来处理公爵斧的一切事物 而我也将代替我那让家族蒙羞的妹妹 成为斯图亚特王家的合格新娘 这时下人宣报 艾萨克王储到了 赛琳激动地转身看去 此时的艾萨克不仅没有变成野兽 反而风度翩翩 宴会场上顿时炸开了锅 艾萨克王储还是这么英俊潇洒 他旁边的女士也好美 她是谁 怎么从没见过 这时艾萨克开口 晚上好各位 请允许我介绍一下 这位是雷欧尼亚古国的墨裔公主 莉莉斯雷欧尼亚 莉莉斯的美貌引得在场的众人惊叹 这就是王储殿下的未婚妻吗 美帝简直令人不敢直视 就连理查德也心生敢义 艾萨克哥哥向你提过我 是的 听说你们从小一起长大 情同兄妹 可塞林却突然挑起了莉莉的下巴 但他可从没向我提起过你这个来路不明的王妃 塞林 不得对我的未婚妻无礼 艾萨克出面制止 塞林只得一脸粗意地扭过了头 突然理查德上来挑衅 我的皇叔大人 是什么风把你从阴森的古堡吹来了呀 是这股名叫莉莉斯的妖风吗 说完尽伸手想要俯上莉莉的脸颊 她的一声 莉莉打掉了理查德伸过来的贤猪手 放肆 我乃雷欧妮亚谷国公主 容不得你这般羞辱 雷欧妮亚可是神女家族 怎么会嫁给一个身陷黑魔法的人呢 听到贝拉的话 莉莉刚想发作 艾萨克就拦住了她 我今天带她来这里 就是为了澄清这些荒谬的传闻 说完 莉莉突然抱住了贝拉的脑袋 嘴里咕噜咕噜地念出了一段咒语 一阵光芒也在手中散开 下一秒 贝拉的头上藏出来一大堆乱七八糟的花花草草 您已经把自己打扮成一个移动的手势柜了 不介意我再为您添些装饰吧 这就是神迹吗 竟然能凭空长出鲜花 贝拉遭到了全场的嘲笑 她现在活像一只火鸡 诸位看到了吗 这就是雷欧妮亚后裔的力量 此时的贝拉在众人的嘲笑中不可思议 但其实莉莉只是使用了一种魔药 刚才长出的鲜花不过是幻象大了 你不怕被她发现端倪吗 毕竟三个小时后要笑就消散了 不会的 我了解贝拉 她马上就会卸下花关的 果不其然下一秒 贝拉就一把把花关摔在了地上 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宴会厅 看到贝拉离开 莉莉想要跟上去问清楚父亲的事 艾萨克让她放心去 这里交给自己善后就好 可正当莉莉刚要离开会场 阴险的理查德就盯上了她 另一边的贝拉躲到了露台上 内心还在发狠地诅咒着所有人 迟早有一天 我要让他们知道真正的模拟能做出什么事来 没有搭理她的挖骨 反而为她包扎了刚刚受伤的手指 但其实她这温柔举动的真正目的 是为了意外让贝拉袖口出的木偶魔药掉出来 果然这股味道 正是传说中的木偶魔药 可以操控人的意识 紧接着莉莉再次发动魔法 让魔药在自己手中化为了灰烬 贝拉此时还在强壮阵定 我并不知道你口中的木偶魔药是何物 以为这只是普通的香囊 看着眼前几乎等于默认的贝拉 莉莉只想抓紧时间把父亲救出来 于是她装作若无其事地和贝拉告别 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正当她在弱大的皇宫中四处搜寻父亲的踪迹时 一双魔爪向她伸了过来 您是迷路了吗 我的小猫咪 王子殿下 请您自重 自重 可面对如此美丽的你 我又怎么做得到呢 莉莉直犯恶心 一个肘击撞开了她 头也不回地向前狂奔 没看轻路就慌忙地撞开了一间屋子 等她看见眼前完全陌生的景象后 这才意识到自己好像走进了死胡同 突然 犹如鬼魅般的声音在自己身后响起 别逃了我的小猫咪 就算艾萨克清零 我也有办法将你变为我的所有 女孩在新婚之夜被未婚夫和闺蜜双双背叛 两人不仅逼迫她喝下分心事故的不要 还狠心将她丢入荒野 就在她奄奄一息之时 却被神秘的怪物救下 这怪物正是当今最年轻的王子艾萨克 他被魔女诅咒 在月圆之夜就会化身嗜血的怪物 而女孩的血正是她唯一的解药 为了报仇 两人达成协议 莉莉化身为雷欧尼亚古国的公主 再次出现在了曾经的未婚夫面前 却又再次被曾经的变态未婚夫盯上 还偷偷给她下了名为弗洛迪的名号 想要操控她的神志 就在她即将得手的时候 却被皇后身边的教导女官西亚夫人发现了 西亚赶走了理查德就下了莉莉 而莉莉也凭借母亲曾经的教导 通过放血来抑制了弗洛迪的毒性 还意外地从西亚口中得知 理查德已经是惯犯了 已经有不下数十名无辜女性惨遭她的毒手 西亚眼神愤恨 这种人的存在简直是皇室的耻辱 那您为什么不惩罚她了 陛下袒护她 而且贵族做这种事总有人善后 除非引发大型的公众丑闻 不然没有人能动她 别多想 趁着皇后还没有报 快走吧 莉莉起身向西亚道谢 并表示自己会记得这份恩情 可当她正准备离开的时候 西亚却叫住了她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抑制弗洛迪要效时放出的指尖血 是继承了弗洛迪八分毒性的 你拿着那个瓶子是想干嘛 听到西亚这么问 莉莉并没有惊慌 反而俏皮地请求西亚为自己保守秘密 莉莉太了解理查德了 没达到目的 她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果然不出她所料 理查德气急败坏地找到了贝拉 用你的巫术 马上把那个雷欧尼亚的莉莉斯 又拐到我的房间来 不然的话 我就拿着这个去找皇后陛下 告诉她 我之前的一切荒唐都是你唆使的 贝拉看到自己尽心侍奉的理查德 竟然这般胁迫自己 而且只把自己当作一个廉价的玩物 她再也忍无可忍了 下一秒 贝拉发动了木偶魔药 刚刚还以止气使的王子殿下 瞬间变成了一具行尸走肉 沉沦在她的足下 像一条听话的家犬 贝拉得意忘形 刚准备享受身份对调的快感 就听到门口传来了嘻嘻嘻嘻的声音 她警觉地出门查看 却发现走廊上空无一人 可当她转过身看向露台的时候 理查德竟然捧着一盏 烧着弗洛迪金牛的蜡烛 理查德已经被毒性侵蚀 死死地抱住了她 而贝拉也抗拒不住如此突然的药性 两人瞬间开始颠断捣缝 不知天地为何物了起来 而另一边的莉莉也没有闲着 通过她巧妙的话语 成功地将宾客们吸引到了露台 来到露台的宾客们 正好撞见了两人正在苟且 所有人都大惊失色 刚刚还意乱情迷的两人瞬间清醒了过来 贝拉匆忙地拉起衣服 想要和大家解释 事情并不是看到的那样 可理查德却先她一步一把推开了她 你这个毒妇 竟敢对我施用尼奥 可她这此地无垠的说法 并没有让众人信服 反而引起了大家激烈的讨论 听说她不止一次对宫女使用尼奥呢 看来传闻是真的 听到大家的讨论理查德气坏了 闭嘴 我要通知禁军把你们全部抓起来 可还没等她嚣张 皇后就赶到了现场 理查德见到皇后瞬间滑跪 还在不断地撇清自己 把罪过全都安在贝拉的头上 这时莉莉拿着那瓶魔药站了出来 我查证了这瓶药的编号 在她出库的时间内 只有贝拉小姐去过库房 女官们都可以作证 但这一切并非与理查德王子无关 因为贝拉小姐是靠着她的出入证出入宫廷的 无论谁是主犯谁是从犯 他们的罪孽一样深重 那些被药物操控的少女们都是无辜的牺牲品 皇后陛下 请您主持正义 掐断这种恶毒行为的源头 终于被压倒的理查德还在嘴里 就算是我受益的又怎么样 我是王子 难道不配享用这座宫殿里的一切吗 你不配 贵族的权利是以身作则 而不是滥用权利 听她说完这句话 一旁的贝拉呆住了 这句话 正是自己的妹妹莉莉罗兰说过的话 这一刻 贝拉什么都懂了 是你啊我的好妹妹 你的命可真意 你幸运地选中了艾萨克 不向我看走了眼 把命运压在了理查德这个废物身上 但幸运不会一直在的 想到这里 贝拉发动了木偶魔药 下一秒 正在被羁押的理查德突然回过了头 瞬间爆发出了巨大的力量 推开了守卫 灰剑砍向了面前的莉莉 吩咐出鬼姐姐后 竟被姐姐操控神智灰剑砍向自己 可此时的莉莉早已化身成了异国的神女 更有王储老公贴身守护 艾萨克霸气护妻 废物 离她远点 说完一脚踹飞了神智不清的理查德 看到理查德已经彻底失去了利用价值 害怕暴露 贝拉再次发动了木偶魔药 咬断自己的舌头吧 莉莉马上察觉到了 快阻止她 她要杀人灭口 二话没说 艾萨克在她自禁前出手打晕了理查德 解决了理查德 她愤怒地看向了贝拉 挥剑指向她 你竟敢当众谋害王子 你知不知道光凭这一点 我现在就可以把你斩杀 此时的贝拉还在嘴硬 您凭什么这么说 就因为您可爱的未婚妻的一句污蔑吗 理查德王子举致古怪 显然是服下木偶魔药的症状 只要去贝拉小姐常去的药材店里查一下购买记录 我想应该不难找到炼药的证据 贝拉眼看已经无力回天 打算破罐子破摔了 那天我在店里遇到的女人是你吧 我亲爱的妹妹 您在说什么 我们今天不是第一次见面吗 也罢 不管你是谁 都不重要了 说完这句话 贝拉竟然凭空消失在了众人的眼前 突然 天空上方响起轰鸣的雷声 露台上的众人乱作一团 下一秒 化身魔女的贝拉从天而降 我不想再掩饰了 就让这座宫殿成为我的风暴中心吧 意识到她要做什么的莉莉还想制止她 你疯了吗 只是钻空子使用一些小型魔法 教会还会对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这么巨大的元素魔法 你会被教会处以极刑的 贝拉毫不在意 那又怎样 我本来就是邪恶的魔女啊 每天看着你们这些贵族的脸色 我已经受够了 更何况 只要这里的人都死了 不就没有人知道发生过什么了吗 元素魔法之所以被禁止 是因为凡人并没有神女的力量 想要制造奇迹 就要付出代价 比如吸食周围一切人类的生机 准备好了吗 我亲爱的妹妹 下一个就是你的脖子了 莉莉大脑飞速运转想着解决的办法 可这时一旁的艾萨克却淡定开口 原来如此 说完 她将莉莉护在了身后 咬破了手指 将鲜血涂在了自己的剑上 我本以为 远古大陆守护者的力量 注定要在这个世纪沉睡下去 看到她的动作 刚刚还在嚣张的贝拉瞬间慌了 下一秒 艾萨克的剑上闪烁着阵阵的金光 火之骑士团 雷尔尼亚最忠实的盟友 圣剑的继承人 参上 原之夜会变成怪物的王子 真实身份竟是继承圣剑的光之子 就在贝拉被彻底击败后 皇后竟然盯上了一旁伪造身份的莉莉 雷尔尼亚低莫义 刚才面对魔女的力量 你为何束手无策 我听说 最近一直有离奇的传闻 指责她沉迷黑魔法 如今看来 这谣言已经不攻自破了吧 得不到想要的答案 皇后只能转身离开了 皇后一走 莉莉马上像个皮球一样卸下起来 焦急地询问艾萨克 自己刚刚是不是做得不太对 情况紧急无法思考太多 可现在想来 自己当着皇后的面吹嘘艾萨克的功劳 怕是对艾萨克有些威胁 艾萨克却告诉她没关系 而且她很高兴 因为这是莉莉第一次叫自己的名字 第一阶段的任务完成后 按照计划 艾萨克准备去处理她的私事 而莉莉则要去救出被魔药操控的父亲 这次她不仅要回到这座生养自己的庄园 夺回属于自己的一切 还要以本来的姿态 堂堂正正地出现在父亲面前 看着眼前逐渐远去的背影 艾萨克叫来了凯伦 跟上她 守护好她的安全 可凯伦却有些顾虑 殿下宁刚刚才使用了圣剑的力量 身体没问题吗 不需要人守卫吗 艾萨克看着手上逐渐显现的黑魔法印记沉默不如 另一边的莉莉已经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了庄园里 女佣以为看到了鬼魂 直接被吓得瘫坐在了地上 抱歉 罗兰加的死人从地狱回来了 将所要属于她的一切 女佣直接划跪 拼命磕头 莉莉小姐 贝拉小姐已经不在了呀 请 请您放过我吧 可不知为何 眼前自己从小生活的庄园 让莉莉察觉出了一丝不对劲 整间房子有点过于冷清了 竟然一个守卫也没有 而且刚刚那个侍女 好像比我上次见到她的时候 看起来老了至少二十岁 带着疑问 莉莉朝着贝拉的地下制药室走去 本来是为了去寻找木偶魔药的解法配方 结果却意外地在地下室里见到了一个打扮诡异的 像巫师一样的人 是贝拉留下的仆人吗 还是说 她把新的巫师带进了罗兰加 可当眼前这人转过身时 莉莉却惊呆了 眼前如同鬼魅一般的老人竟是自己的父亲 父亲见到她倒是万分激动 我的女儿 真的是你吗 你还活着 可莉莉却突然伸手划开了父亲胸前的衣服 父亲大人告诉我 你身上为什么会有黑巫师独有的血肘 回答我 我母亲到底是怎么死的 到了这个地步 父亲也不装了 衰老的是你 刺鼻的药味 还有这个贴着咒服的罐子 一打开里面装的果然是母亲的骨灰 这一切都指向一个事实 父亲根本没有被木屋魔药操控 下一秒 莉莉就被黑魔法紧紧地扼住了脖子 我老了 身体日益腐朽 行动变得迟缓 只有恶魔能赋予我新的生命 你母亲是我炼成血肘的第一位祭品 这次轮到你了 我的女儿 说完她就举起黑魔法的精士 准备刺入莉莉的体内 关键时刻凯伦冲上来撞开了父亲的手 可没想到下一秒她也被束缚住了 只要走进这间地下室 就已经进入了血肘的力量范围 没人是我的对手 一起成为我的食粮吧 就在这时 一个诡异的人影出现了 对手 你在说谁 竟是化身成了怪物的艾萨克 父亲吓坏了 怪物 不 你是王储殿下 此时的艾萨克即将要失去理智 罗兰公爵 我以司徒亚特之名 将你处以死刑 下一秒 恐怖的鲜血四溢 轻松地解决了罗兰公爵 艾萨克却也彻底地失去了理智 莉莉刚刚得救 还没来得及松一口气 就看到艾萨克一把抓起了一旁的凯伦 没用的仆人 我不是让你保护好他的吗 就在他即将要失手带走凯伦的时候 一双小手按住了他 莉莉艰难地站起身 摇摇晃晃地来到了他的面前 拜托你艾萨克 不要这样 无论发生了什么 这都不是你 所以求求你艾萨克 醒醒 快醒过来吧 不要做会让自己后悔的事 一瞬间 所有美好的回忆涌入了脑海 抱歉莉莉 我回来了 别哭了 我不想看到你如此悲伤 决绝在水池中狠狠地索要着女孩 可第二天一早却要和女孩划清界限 解决掉莉莉的恶魔父亲后 艾萨克在他的安抚下晕了过去 在昏迷了一周后 艾萨克终于醒了过来 一睁眼就看到了床边满脸期待的莉莉 意识尚未清醒的艾萨克 下意识地松开了莉莉紧抓着的手 这猝不及防的一下 让苦手为一周的莉莉有些难过 低下头转身跑了出去 艾萨克这才想起了之前发生的一切 对着刚被自己亲手杀死骨肉至亲的少女 自己竟然做出这般轻浮举动 再想到自己刚才的举动 艾萨克懊恼不已 此时的莉莉正在参加父母的葬礼 罗兰公爵在地下室炼化血咒的事已经传遍宫廷 莉莉的杀母罪名被洗清 即将重新被授予女爵之名 母亲 愿您安息 而父亲 希望您能在地下好好忏悔 就在这时皇后身边的女官前来禀报皇后命令 罗兰家的财产需要暂时冻结 等你正式通过了女爵受理再给予归还 众人顿时议论纷纷 冻结财产恐怕是直接冲入国库了吧 皇室还是老样子 喜欢拿无依无靠的孤女开刀 可莉莉对这些却并无所谓 因为她早已受够了 于是她转过身坚定地告诉女官 我莉莉罗兰想要放弃自己的姓氏 话音刚落 一道低沉温柔的男生在她身后响起 我不同意 来人竟是刚刚还虚弱地躺在床上的艾萨克 看到来人的莉莉刚想走向她 却又想到早上的事情退缩了下来 可艾萨克却并没有在意众人的眼光 将自己的披风搭在了莉莉的肩上 莉莉罗兰 我以我司徒亚特的名义启示 将河谷之外我三分之一的封地赠予你 作为我夺走你父亲生命的补偿 众人顿时一片哗然 艾萨克司徒亚特殿下 您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莉莉也害怕地向后退去 极力地辩解着 众所周知 那根本不是您的错 可艾萨克没有给她这个机会 温柔地将手直抵上她的蠢 不要拒绝我 可以吗 离开葬礼后 莉莉叫住了艾萨克 刚才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我不方便问 您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为什么要这么做 可艾萨克只是温柔地还住了她 你很敏锐 感谢你没有当众拒绝我的礼物 可是无论发生了什么 我都不能接受您的财产 我只是一个重叛亲离家族凋零的姑女而已 听她这么贬低自己 艾萨克马上阻止了她继续说下去 不止于此 你还是我的 可表白的话还没说出口 艾萨克突然胸口一阵猛烈地抽筒 紧接着就深吸一口凉气 倒在了莉莉的怀里 原来是公爵的诅咒再次发作 而且蔓延了身体的大部分地方 莉莉赶紧让女佣去找来魔药 自己必须得抓紧时间控制住公爵的伤势 女佣离开后 莉莉实在承受不住浴室的燥热脱下了浴袍 可好巧不巧艾萨克就在这时醒了过来 而且看向了她 就在莉莉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艾萨克一把将她拽了过来 就这样隔着水池霸道地吻上了她的唇 她颈尖的肌肤深深吸引着艾萨克 恨不得将她嵌进自己的身体里 好脆弱好柔嫩的肌肤 想要一口咬下去 莉莉明白过来 被诅咒侵蚀的艾萨克是需要她的血了 马上配合地露出自己颈尖的肌肤 方便艾萨克咬下去 就在艾萨克露出獠牙正准备靠近她的时候 下一秒却猛地推开了她 我是害你失去父亲的怪物 不该再对你索取 原来她一直在为此事烦忧 莉莉温柔地俯上了艾萨克的脸颊 从罗兰公爵把灵魂出卖给恶魔的那刻起 我便已经彻底失去了她 现在的我不能再失去你了 否则 我才是真正的孤身一人 听完她说的话 艾萨克默默地低下了头 再次揽过了莉莉的腰身 附上她柔软的唇弹 印上一个深深的吻 而莉莉此时也敏锐地察觉到 这个吻 似乎不是嗜血时的渴望 而是 一个真正的吻 就在两人越吻越深 即将进入下一步的时候 刚去拿药的女佣卡点回来了 看到眼前的景象吓了一跳 手里的药都打碎了一瓶 这也让两人吓坏了 赶紧分开了彼此 女佣尴尬地说 那个 正好我需要去换一管药水 不如你们继续 不 不用了 莉莉很快就从刚刚意乱情迷的氛围中 清醒过来 火速地逃离了现场 跑到门外关上了门 整个人大口地喘着粗气 我在干什么呀 一下就把正式全抛到脑后 还回应了那个吻 他为什么这么做 艾萨克他 他对我 难道 不 总觉得哪里不对 从他反复无常的情绪 突如其来的欲望 以及地下室里的那次失控来看的话 艾萨克他一定发生了什么 浴室中 女佣悄悄地点燃了一盏烛火 表情也瞬间冷了下来 好像是变了一个人 艾萨克看着自己身上咒咐的痕迹 喃喃地说着 大祭司说过 咒咐的扩散就像一场倒计时 当他爬满了全身 就是被诅咒者生命结束的时候 那莉莉小姐知道这一切吗 女佣问她 她不该知道也不会知道 她本来就是被恩情和利益挟持 才愿意留在我身边的 我不希望她背负更多对我的愧疚 愧疚 女佣冷笑了一下 如果你对她而言只是个普通男人 你觉得她还会有这份心吗 那不是愧疚 那是艾怜 而你呢 你是否也对她产生了致命的感情呢 说着说着 艾萨克的视线逐渐变得模糊 倒在女佣的怀中昏睡了过去 紧接着女佣就吹灭了蜡烛 还不明白吗 你早已经爱上那个女孩了 爱得发芳 就像你可怜的死囚母亲一样 我愚蠢的王储殿下 不一会 莉莉敲响了房门 怎么了莉莉小姐 我拿药回来了 殿下呢 女佣也恢复了恭敬温柔的样子 殿下有些困乏 刚去内室休息了 她 她睡了 是的 有什么口讯需要我转达吗 没有 可恶 哪有刚接完吻就睡着的男人 就没有什么想对我说的话吗 还有一件事莉莉小姐 您的复仇之旅已经结束 是时候清算一切了 王主殿下说 会在三日内将你送回罗兰家的住宅 从此以后 你们之间在无瓜葛 让被公爵吃干抹尽的女孩 第二天却被残忍地拒之门外 但其实这一切都是邪恶的女佣搞的鬼 女佣看出两人早已放心暗许 爱萨克甚至为了她动用了圣骑士的力量 不惜因此加速了咒妇的发作 但其实当咒妇无法可解的时候 唯一的出路就是献祭活人的生命 没有比圣女莉莉最合适的解药 爱萨克无法接受这个结果 她奋力地想要正开嘴炼 甚至妄图再次发动圣骑士的力量 可女佣却告诉她自己给了莉莉暗示 如果想要救她 就要去圣殿举行死灵召唤的仪式 那是一个献祭自己的灵魂 可能再也无法回来的仪式 而猜到爱萨克可能已经遭遇危险的莉莉 果然义无反顾地找到了女官开启了仪式 在此之前女官也反复警告她 死灵召唤开始后 灵魂会脱离肉体进入虚空领域 莉莉需要在一个小时内找到初代魔女奥兰托 她知道所有咒术的解法 但那里也徘徊着无数其他的亡灵 你可能会一无所获 甚至被吞噬成为亡灵的一员 可莉莉的内心无比地坚定 请您为我主持一事把女官阁下 女官叹了一口气 缓缓念出咒语 耀眼的光芒亮起 当莉莉再次睁开眼 她已经进入了死灵的领域 无数的死灵从空间中涌出 他们看到了新来的生灵 一个个都饥渴难耐 纷纷向莉莉伸出邪恶的手企图将她吞噬 就在莉莉害怕的后退时 一双温暖的大手拉住了她 回头一看来人竟是艾萨克 艾萨克无比震惊莉莉怎么会在这里 可却不给她解释的机会就紧紧地抱住了她 说自己已经找她很久了 莉莉有些疑惑 凯瑟琳不是说她已经不需要自己了吗 艾萨克却说她只是在挑拨我们的关系 自己无论何时都想和她待在一起 说完就一点点凑近了她的嘴唇 下一秒莉莉就躺到了房间的床上 而艾萨克也轻声压了上来 不要拒绝我好吗 我实在是太想你了 还好莉莉清醒地推开了她 自己还要去找奥兰托 现在不是做这个的时候了 但艾萨克还是不肯放弃 一把抓住了她的小手 那等到正式的时机来临之时 你会愿意成为我的人吗 我只想要你 成为只属于我一人的灵魂 艾萨克的表情逐渐变得猙獰 说你愿意成为我的人 可下一秒 一道咒语穿过了艾萨克的胸膛 虚幻的空间瞬间被打破 恶灵 退散 莉莉气喘吁吁地念出咒语 原来女官在莉莉的意识深处 植入了除魔的眼里 艾萨克的身体逐渐消散 变成了恶灵的样子 太可惜了 差一点你就能与我递结永恒的契约了 可莉莉却告诉她 这种是不可能发生的 艾萨克那样克制的人 永远不会对我做出这样轻浮的约定 我活命 你还心甘情愿坠入恶灵的手中 可莉莉却在最后一刻叫出了恶灵的名字 打破了诅咒使恶灵献出了真身 被叫破真身的恶灵是无法伤害人类的 于是莉莉缓缓道出她的经历 众所周知 你曾是奥兰托的骑士 然而却被她丢弃死于西海战场 尸体在教会火化后 你的头骨就作为战利品在神座上展出 小恶灵面露不屑 你说这些事想做什么 恶灵的一大半力量都注存在骸骨里 你猜我能对她做什么 这句话直接把小恶灵吓出了半条灵来 不要啊 没了她我就变成最弱的一个了 那你就乖乖帮我达成目的吧 可是我那个前主子灵魂大部分时候都在沉睡 你应该是找不到她的 但我可以游进她的石海道来抹女之书给你 那里面一定会有你要的东西 听到这话莉莉心中的阴霾一扫而空 真的吗 太谢谢你了 看着她开心的样子小恶灵愣了一下 你想拯救的那个男人还真是好命啊 你在这等我一会 我绝不会让你成为第二个斯图亚特亲王夫人的 莉莉惊了 你说什么 你不知道吗 上一个在这里举行仪式的 正是艾萨克的母亲 斯图亚特亲王的夫人 为了帮助她心爱的丈夫在战场上索相披抹 不惜去求助恶灵 却在沦为恶灵们的傀儡后 被丈夫抛弃在了牢狱之中 女佣一遍遍地警告着她 看啊 爱情就是如此可悲的东西 只会让人变得愚蠢 忙碌 然后丢掉性命 可下一秒 艾萨克突然挣脱了束缚 你错了 莉莉不同于我的母亲 而我 也和父亲大人完全不一样 我永远不会拿莉莉做我的解药 女佣愤怒反抗 她的血是您活下去唯一的希望 我只是在履行仆人的义务 我想拯救您 听完她的话 艾萨克满脸不屑 她松开了女佣缓缓起身 我不认为仆人会有囚禁主人的胆量与野心 你之所以囚禁我 不过是想独占我罢了 你嘲弄爱情 因为你惧怕自己心中的罪恶感情 承认吧 你爱我 你被这禁忌的爱折磨到发狂 听完她的话 女佣低头自嘲地笑了 我从小就在你身边无微不至 在你身中诅咒坠入深渊时陪伴着你 在你周父发作时照顾着你 我知道你的所有好物 替你保守着全部秘密 你相依为命的人明明是我而不是他 可是因为我出身卑贱 永远不配成为你合法的妻子 艾萨克松开了她的手 你的付出我一直非常感激 但我们永远不可能在一起 你明明是最清楚原因的 因为你是与我留着相同血脉的姐姐 女佣听完后震惊地捂着嘴向后退去 你你你怎么会知道的 从父亲带你和我见面的第一天起就猜到了 说完艾萨克便头也不回地向外走去 我要去教诲 让恶灵们把莉莉还回来 女佣还是想要阻止她 不要去 您现在的身体非常虚弱 不可以为了她冒险 那又怎样 当我决定不再使用她的血的那刻起 便已经默许死神随时可以将我带走了 就在她说完这句话时 大门却被砰的一声推开了 莉莉奇迹般地出现在了两人的面前 不 我不允许 在拯救心爱的丈夫 女孩和邪恶的亡灵签订了契约 看到艾萨克为了救她甘愿放弃生命 莉莉在第一时间站了出来 焦急地上前询问她为什么会在地牢里 而艾萨克却只是紧紧地抱住了她 太好了莉莉 你还活着 下一秒一直强撑的身体终于坚持不住 倒在地上奄奄一息 地旁的女佣还趾高气昂地斥责莉莉 不要再刺激她的情绪了 这一切都是因为你 而莉莉没有选择继续忍受 反手给了她一个耳光 现在可不是推卸责任的时候 咒妇已经扩散到了胸口 再放着不管艾萨克会有生命危险 如果想要救她就马上去准备蜡烛 羊血珍珠粉和盐水 女佣有些不可思议 难道说 没错 我从亡灵那里得到了解除月之咒妇的方法 女佣还有些将性将疑 我们研究了这么多年都没找到解咒的方法 我才不会帮你玷污她的身体 那你有什么圣洁的办法可以帮她解除诅咒吗 女佣哑口无言 却还是迟迟不肯动身 下一秒一把短剑从莉莉袖口滑出 她二话没说抵上了女佣的脖子 听着 如果我失败了 你要我陪葬 或者去教会举报我是魔女 都随你便 但我现在命令你服从我 尽到一位女仆的义务 照顾好你的主人 最终女佣还是咬紧牙关 帮她找来了她需要的所有东西 莉莉将调和好的魔药涂在嘴唇上 缓缓念出咒语 圣洁的金色光芒升起 俯身稳住了艾萨克的双唇 就这样静静地等待了许久 艾萨克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莉莉激动万分 你醒了 感觉怎么样 刚刚苏醒的艾萨克双眼有些茫然 我感觉还行 不过 你背后的那个人是谁 莉莉身后的蓝色海妖露出了诡异的笑容 这个病样样的家伙 就是你不惜一切代价也想拯救的人吗 随后莉莉扶起艾萨克 她的表情阴沉可怕 我低城堡 不欢迎不速之客 尤其是不请自来的亡灵 说完像海妖发动了攻击 可她的身体瞬间变得透明 轻而易举地化解了攻击 我在禁书中见过你的画像 古老的水下民族 深海的守护者 妖灵克拉肯 你为什么会在她的身边 既然你知道我的身份 也省得我自我介绍了 但对救命恩人如此粗鲁 可不符合贵族的代客之道呀 说到这里莉莉赶紧站了出来 艾萨克 克拉肯是我的朋友 要不是有他帮忙 我也没办法找到解开咒咐的方法 原来为了交换魔女之书 莉莉让她附身在了手镯上 把她偷偷带出了教诲 所以她成了莉莉的专属恶灵 不能离开她超过十米以外了 看着克拉肯挑衅的笑容 艾萨克感到莫名的头痛 自那之后 艾萨克成功地解开了咒咐 莉莉觉得自己已经成功地完成了使命 是时候该返回罗兰家了 可正当她要转身离开时 艾萨克却紧紧地抓住了她 不要走 你忘记了吗 莉莉·罗兰 我曾在宫廷舞会上向所有人介绍过 你是我艾萨克斯图亚特选择的未婚妻 可是 可是那只是演戏 我我 对我来说并不是 你是我见过最勇敢最独特的女孩 我希望 不 我请求 你可以留在我的身边 好吗 说完 历经苦难的两人紧紧地相拥在一起 我弟莉莉 应该离开这座城堡的绝不是 而是另有奇缘